这个男人表面是个斯文的牙医 实则却喜欢在半夜对病人施暴 尽管女人连声求饶 却换来了牙医更无情的发现 这一幕恰好被隔壁的老王发现 由于老王单身多年 牙医这种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操作 彻底激发了老王的嫉妒心 于是趁着牙医熟睡之际 老王竟然将一口20年的老谭 图进了牙医的嘴里 并暗自谋生了想要英雄救美的计划 这是一部由监工西贵主演的 悬疑犯罪电影 讲出了一个饱汉不知恶寒心的仇杀故事 稳住不挂 跟上节奏 咱们正天开心